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Bobby 来自英国的华首 我现在住在上海好像靠近半年多 所以我差不多变了中国人 我教英文也叫滑板的 我两个月前开一个小滑板店 这个好多小一点的工作 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工作 所以有好多办法挣钱就放在一起可以的 我原来在英国是一个滑板教练 我一直到上班在一个Epic Skate Park 那个时候这个滑板官员是穿欧洲最大的滑板官员 我18岁有一个广告公司请我到中国去做表演 两个月以后我在上海表演两个月 以后我决定机会躲在上海 所以我搬家去上海 我不知道其他的工作 我就知道找滑板可以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慢慢来 开始的时候就是外国小朋友要跟我学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中国小孩 因为这个S&P有好多新的房子在外面 这个刚刚结婚的人都买这个房子 现在这个滑板官员8年岁 8岁 所以结婚的人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都开始玩滑板 2006我开始教小朋友 三个他们也来自英国的 他们妈妈爸爸是在这里相伴 但是然后就是我因为我经常就是 广告滑板 我在我的幼儿园告诉小朋友的妈妈爸爸 可以学滑板可以学滑板 但是他们都觉得危险 所以我就开始告诉他们 为什么滑板不危险 因为滑板是你摔跤了的时候小伤了 是因为你自己脱了 你自己不忍者 你自己不担心的 对于足球来说 你小伤了 因为其他的人提你 其他的人推你 所以滑板比较安全的 我觉得你就是需要自己担心的 我一直都告诉妈妈爸爸小朋友 不需要跳楼梯 不需要翻板 他们在我们在平地里 我们我们安全的学 所以最好的办法教导 小朋友学滑板 是告诉妈妈爸爸 这个注意安全 每次上滑板口 我让他们戴头盔 如果没有头盔 没有呼吸我就不让他们学 所以妈妈爸爸也可以放松 他们不怕需要送小朋友去医院 现在好像二十多 可能二十三 就是因为有的小朋友 是每个信息都来 有的小朋友就是偶尔来 因为有的小朋友是外地的 没有空来学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滑板来说是好玩的 所以如果这个课无聊 就小朋友下个信息就不要来 跟唱感情一样 小朋友都讨厌唱感情 他们学因为妈妈需要他们学 所以我每次让这个课好玩 不需要很酷的动作 我教他们的动作不酷 就是他们搬在地上 教他们怎么早点抓板跳起来 还有这样 我不要一直都让他们 哦半个小时就连一个动作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算一个动作 你就跳下来跳上去 就算一个动作 不需要很酷 就是小朋友觉得好玩 他们回家可能连了十个动作 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好的动作 但是他们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回家连了好多新的动作 他们回家给外婆看 你看我用这个动作随便连什么 就需要好玩 他们觉得好玩 下个星期就回来了 最难的问题就是 你需要让你的学生稳定的 因为有时候有的妈妈 他们会 他们要去外地玩 但是他们会告诉你 哦小朋友发烧了 小朋友生病了 所以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教导几个妈妈爸爸 就人家都要他们学 所以我以前就是每个星期付一次的钱 现在我就让他们每个三个月付一次 所以因为他们已经付钱 没有人装病 他们都来了 我没有就是一个人的价格 我就有一个小时的价格 所以我就是给他们 我的一个小时的价格 多少小朋友在这个课里面 是他们分享这个一个小时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要一对一 就是很贵的 如果你要六个人一起 这个算很便宜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他们机会 因为如果我每个人一百块 我需要自己教导好几个小朋友 可以争钱 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一个价格 他们会告诉其他的妈妈爸爸 过来跟我学 因为他们自己可以便宜 所以给他们一个价格 他们这个其他的妈妈爸爸 要帮助你教导学生 我第一个小时是因为其他我的 我有三个人真的学生 他们一直都跟我学 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 他们妈妈就说 我们要办一个小时 我们有多少钱 你靠路你可以每天多少小时 所以我第一个小时是为了妈妈爸爸 然后就给我几个建议 然后 那个 今年的小令我决定 我应该发奖了一点 就是多一点的学生 因为有几个小令的学生 不是我的滑板学生 我教导了好多新开始的滑手 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事情 你应该教导好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教导我的老师 他是Jim 他也是滑板教练在英国 我们一样的滑板官员 他滑的比我好 又脚的比我好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要做好的事情 你应该教导好的工作人员 我一直都要发奖 就是我们在考虑二月份 就是全节的时候 我带好像三个小朋友 我们做一个东林营在英国 因为英国有好多 之内的滑板公园 还有因为我有 我有阿姨住在海边 还有我妈妈爸爸的家 所以我们可以去好多滑板公园 在英国都是之内的 就跟木头一样 所以我们已经有三个保命了 这个活动 所以现在我都在考虑这个 就是签证 签证的问题要考虑 对 我每个月 就是我的梦想是每个月 有时候我不是每个月办一个 但是一般的时候 我每个月办小儿童比赛 但是我前面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多一点的达人来了 现在就是小朋友来 多一点 以前都是每次是那个 通尼高赢了 还有空虹赢了 还有几个美国小朋友赢了 现在他们 他们回去了 他们回西安区 所以现在就是多一点的 本地小朋友 也发展了 也变得厉害 他们就通尼高的去年的一样 所以现在有很大的机会 每个人都看到那个高春香很厉害 但是明年可能有五个通尼高 因为我不挣钱做比赛 这个不是为了挣钱 这个是为了我看到其他的比赛 我一直都在就是 就是说 这个不行 我讨厌那个 我讨厌这个 但是就是 我可能 我经常被我的朋友 Sasha批评了 因为他讨厌 听我说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开心 一直都 说别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啊 所以如果你要一个 如果你要一个事情改变 你应该自己改变 所以如果我一直都说 啊这个比赛不行 这个比赛就垃圾 我应该就自己做自己的想法 因为现在有好多 好多 好多就是品牌 现在他们帮助我很多 最好的帮忙是Vans 他们他们经常 帮助我的比赛 还有我会给他们 有时候给他们建议 哦 我我找到这个小朋友 他很厉害 Vans 非常愿意帮忙他 因为Vans 是一个真的滑板品牌 所以他们 他们真的爱滑板 滑板不流行的时候 Vans 还是帮助滑板 他们不会 帮助篮球 还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 还有 还有 DC也帮助我的夏令银 还有 以前是Converse 也帮助很多的 但是现在 Circle回来了 他们也要开始帮助我的事情 所以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我的比赛的时候 我需要教导 品牌愿意给我东西 有一些我 我找到一个人 他们说 哦我可以给你滑板 比赛 比赛 两天前 他们说 哦现在我妈妈说 不可以给你 所以 这个 这个的事情 很麻烦 因为我自己做海报 自己放他们的 他们的品牌的logo在里面 但是 不稳定的 所以现在我每次等了 这样子的东西来了 再做海报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想想起来把孩子 送来雪花板呢 哦 那天前 我们看那个SGAME有一赛 然后 带他去了 然后他就对 小轮车呀 还有滑板呀 就特别感兴趣 然后就正好 就找到了 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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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鱼 所以玩到现在 那有没有担心 因为滑板看起来好像挺危险的 其实任何运动都有危险性 然后这危险性 我觉得是建立在一个 你的这个 就是说 风险的任意保护 比如说我们要带护膝 带头盔 然后都带专业的东西 然后有专业的教练指导的话 我觉得其实 比任何一项运动都有 都有风险 但是我觉得滑板的话 只要孩子的平衡 还有老师在教的过程中 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运动其实是不危险的 我也是看到 我们就是说 每次就是小朋友玩之前 就把护具啊 头盔啊都一定要戴好 戴好了我觉得 这个不存在什么危险 那您刚才也提到过了 就是说 要有专业的教练 专业的教学 然后他就危险会降低 那么在你心目中 你觉得怎么样的 算是一个专业的教练 我觉得首先他是 本身他自己要玩滑板 而且他对滑板的 就是说这个热爱 热爱程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他教授的过程中 对孩子传授的 他不仅仅 比如说像包比 他现在给我们孩子 在教这个滑板 他其实在滑板的过程中 他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用英文来教学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他对孩子 比如说在做人呀 还有在做事情 比如说他可以要要求孩子去帮助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光光不单是一个滑板的一个过程 他可以让孩子认识更多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家长可能看不到孩子一些问题缺点 或者是中国家长都是比较含蓄的 可能不喜欢当着很多人的面来批评孩子 但是包比他这一对就是老外的他这种 这种对孩子这个教育和滑板 我觉得都是就是比我们的理念 可能更的那个什么一些 这个我也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对某些小朋友的行为啊规范啊 他们可能做的比我们更认真 排队啊或者牵浪啊 这个及时直指 就是说及时发现 就是这个比我们做的要好的 那么您二位的小朋友已经学了 多久了 然后接下来 你们觉得他们学滑板之后 学滑板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变化 嗯 我觉得呃 现在已经学了有两两年 刚好十月份是两年的时间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那个 因为现在孩子就是生活 就是说平时玩玩比较少 但是来到滑板公园 他可以有有一个小的团队 然后另外在学滑板的过程中 也懂得了谦让 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排队啊 然后我们滑板不能不能就是说 避免风险 然后大家要一个有秩序的去滑滑板 然后也很开心 然后身体上面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在您身边肯定还有很多家长 因为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啊小学啊 有很多家长 有有有这里还有一个 对啊 那么在在在在你们感觉 其他的家长对滑板是持一个什么态度 因为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觉得 滑板确实有一些不太健康的形象 那么你觉得这个滑板如果想在中国 在现在小朋友里面推广 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您感觉作为一个家长的身份 是这样的 我们两年前在滑板的时候 就是中国孩子很少 特别是在这个公园里 都是老外的孩子 老外的家长 然后我们要 其实 我们等于说是喜欢滑板运动 然后介入进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更多的家长呀 他们是在关注这个项目 在关注这个运动 而且有这么多中国孩子在玩 那中国家长会有 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一颗勇敢的心吧 然后就把孩子拿来去锻炼 因为大家都是在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我包括我周围的很多的家长 他们也在打听哪里可以去玩极限 我只要是知道他们 我会给他们讲 中国现在有这么一帮人在在在在参与这个运动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还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一个推动吧 因为包拼在做给中国滑板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层面上来说 我觉得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作为家长的话 我们也会让孩子一直去持续这个运动 其实在我来看 其实就是大多数人不了解嘛 以前很少了解这个运动 我以前就在电视里看看 其实觉得风险很大 哦 这么危险 只要极限 其实小孩子慢慢慢慢 这是成了那个很高水平 其实平时往往没什么 大家不了解 多了解 就小孩子往往就可以了